互联网的广大朋友们叫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 我们这一节课呢继续来谈我们的线性表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循环链表的特点 回顾一下在当链表中我们有了头节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O1的时间来访问第一个节点 但是呢如果要我们访问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需要用到ON的时间 因为呢我们的线性表 我们的当链表啊必须一个挨着一个往下的查找 对吧 第一号节点他永远不知道最后一号节点的地址 他必须找第二号 第二号找第三号 第三号找第四号 然后就这么下去找到第N个 好 呃那么大家猜的没错啊 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特点呢 正式利用了循环链表的一个小特点 我们就可以用O1的时间来找到 访问到我们这个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了 那么不过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啊 我们不再用头指针 而是用什么 而是用指向中端节点的为指针来替代 好 那么来看一下图片 有图有真相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本来这里有一个头指针的 对吧 现在不用了啊 把它废掉 扔了垃圾桶里边 那么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改为一个Rail为指针 为指针指向我们的头节点 头节点指向我们的第一个节点 它构成一个循环链表 是不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访问最这个当链表 这个循环当链表的这个最后一个元素 最后一个节点 那么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O1对不对 因为Rail的这个元素的Data 就是等于An 就是最后一个元素 那我们利用这个特点 要访问它的第一号元素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当然也是O1对不对 就相当于Rail的Next的Next Rail Next Next就相当于我们的第一个节点的元素 一步到位啊 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其实说 啊我也会 大家肯定内心会这么想 是不是 呃但是呢 事实上你细细的一思考 由我们这个原来的头指针 到我们现在的尾指针 它虽然说做了一个非常细的改变 但是效率提高的是多少 提高的就是N倍了 对不对 提高的非常多啊 好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判断是否为空链表的条件 应该如何改变呢 啊 就是判断Rail是否等于Rail Next 大家猜对了吗 如果Rail等于Rail Next的话 那么他们就只剩下一个头节点 它连第一个节点都没有 好 那 虽然链表的特点就是怎么样 就是无需增加存储量 仅灵活的改变链接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处理 当然我们这个Rail还可以进一步的拓长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例题 实现将两个链表 A1 A2 A3到AN 和B1 B2 B3 B4到BN 连接成一个线性表 也就是首尾相接啊 B1接到AN的屁股后面去 然后呢连成一个线性表 那么分析一下啊 如果我们用普通当链表 或者投资针来表示的当循环链表上 呃做这种操作的话 需要什么样 需要便利第一次 第一个链表 A到AN 对不对 找到节点AN 那么我们就会用 用了ON的时间复杂度 然后呢将B1和AN接在一块 就是AN的next指向B1 那么其执行时间呢就是什么 就是ON 好 那如果用我们的为止针表示的当链 当循环链表来实现的话呢 只需要什么样 只需要修改各自的为止针 那么就搞定了 其执行时间呢是OE 啊 效率大大的提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No picture you say 这个G8黄节 这里呢分为四个小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把A1 就是把这个当链表A啊 这个当选拥链表A 这里的尾节点RAR A RAR A把它不再指向这个头节点 而是指向哪一个 第二步指向我们的B1 第三步的话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B的头节点给整掉 扔掉因为一个链表只需要一个头节点就可以了 把这个给扔掉啊 把它free掉释放掉 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BBM这个的尾节点指向我们的原来的头节点 原来A的头节点 那么就结了 好 那这个代码呢非常简单 大家先稍作思考自己来写一下 然后小姐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非常简单 大家看 这里呢做好注释了给大家 保存A表的头节点位置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两个参数呢 必须都是为止针 都是为止针啊 A的next呢 就是相当于什么 A的next A的next就本来就是这个位置嘛 那这个位置呢 给了P啊 P那么现在就是A表的头节点位置 将B的第二步 将B的next的next 我们看一下B的next的next 等于多少啊 B在这 next在这 的next就是这 就是B1啊就是第一个节点 把它干嘛呢 把它给谁呢 把它给A的next 啊 那么这里就指向了这里 这里就第二步了 那么第三步释放B的next 也就是把这头给去掉 把这头给扛掉啊 扛头 那完了之后呢 最后一步B的next 负值为P OK B的next指向我们的P P就是刚才临时存放这个A表的头节点的位置啊 就是指过来了 好 那么就OK 搞定 返回B 好 那么接着往下啊 大家思考一下啊 接着往下 这一个呢 又有一个题目 来判断当链表中是否有黄啊 有一些学校可能没有讲这些 就老师 学校的老师就是说啊 当链表的话 大概也就是用一两节课 就可以把它带过 但是呢 小姐也会讲的比较细 因为呢 我们都是学以致用 呃 我们之后啊 还会有接着的两个 两个实例 一个是 我们这个魔术师发牌问题 一个是拉丁方证问题 都是关于我们这个 循环链表光的 好吧 这个呢 小姐确实是 比较着重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啊 我们除了要讲解这部分的知识啊 让大家考试过光之后呢 还要让你说 OK 我学习我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之后 我确实是能够体会到一些 呃 比较有用的算法 或者说底层的一些知识 OK 然后在我们以后的工作 学习 创作中把它运用进去 好 有个黄啊 有黄是什么意思啊 有黄 就是说能造成一圈 就像我们之前的循环链表一样 我们刚才的循环呢都是首尾相接那种黄 那种也是黄 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淘气 它就不首尾相接 它特别喜欢搞乱 那我们来看一下 链表的尾节点指向了链表中的某个节点 它就不一定是指向了头节点了 它可能是指向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啊 例如说我们这一个比较调皮 它指向了第三个 那么这样呢也叫做有黄 是不是啊 那么它三四五六就构成了一个黄 好 那么创断当链表是否有黄 有两种方式大家考虑一下 大家考虑一下啊 稍作思考 呃第一种呢是利用PQ两个指针 P总在向前走 Q也向前走 但是呢对于每个PQ都要走N次 怎么说呢 例如说这样子啊 我们结合图片给大家说一下 例如说P在这Q在这 它们同步出发 P走一步 Q也走一步 P走两步 啊就是走一走二 那么Q也走啊 Q就怎么走 Q就走一二三 那么接着P从三走到四 Q呢又是从一二三四 这么走过来 注意了啊 P的话只走一步 而Q的话呢 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走 知道了吧 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走 然后呢怎么样 然后呢当我们看一下啊 例如说图六啊 如图中 当P从六走到三的时候 用了多少步 用了六步 对不对 而Q呢又从头开始走 只用了两步就到三 那这时候 它们到了同一个位置三 而它们的步数 不相等的时候 就存在黄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 P走了六步 走了五步之后呢 再走一步 到了三 而Q呢 按照原理的话 又重新走过了啊 Q的话呢 又是一二 到了三 然后一判断 它们两个相等 那是它们的步数 不相等 那么就存在黄 就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说现在听小甲鱼 这么胡人吞枣的讲 听得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我们待会 又会有调试程序 这么一个黄结啊 有兴趣的朋友 接着听 调试这个代码 这个黄结 会详细的跟着这个代码来走 方法二的话呢 就使用快慢指针 我们之前讲了企鹅公司的一个题目里面 有快慢指针 对不对 使用PQ两个指针 P每次向前走一步 Q每次向前走两步 如果啊 如果是一条路走到黑 没有存在黄的话 就是不绕回来的话 那么P是永远不会等于Q的 是不是 因为一个走得快 一个走得慢 但是呢 你如果存在黄的话 那么事情就变得 不同了 那么就会相撞 是不是 啊 因为Q走得快 他有一天总会绕回来 在P的后面 把它给撞了 OK 那么就存在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啊 这是我们的代码代码 嗯 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呢 总量比较长 所以呢 我们分析一些主要的黄结啊 大家自己下载回去慢慢的看 好 呃 这里呢 是整体的一个实现啊 一个实现 用分别用两种方法 分别这里也讲了两种 创建这个有黄和无黄表的一个方法 我们用头插法创建无黄链表 用尾插法创建有黄链表 事实上的有黄链表只是我在最后的结束的位置把它用一个黄给黄起来了 好吧 本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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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X等于NU的位置 我们把它等于RNX等于L的NX的NX指向了第二个节点啊 也就是尾部指向第二个节点构成一个黄 好 那我们这里生成的元素给设置一下10吧 等一下方便调试啊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现在呢 因为小姐用的是WIN7的系统 用我们的VC6的话呢 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用VS的话呢 VS系列的编译器的话呢 感觉又有点像用拿土龙刀切小白菜啊 很容易误伤自己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个Coblox 一个非常有名的开源这个编译器 这Coblox集成的话呢 是集成GCC的啊 好 它的调试器呢 是集成这个Linux的调试器 所以呢 要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不要存在这个中文名字 好 我们要调试的话呢 应该怎么办啊 教大家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啊 或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控制台程序 Go C语言 OK 这里呢 这个路径不要存在 我们不要存在这个中文名啊 因为Linux不认识中文 要特定的环境设定才可以啊 我们这里没有怎么设定 我们就直接test Loop OK 好 直接存放到我们的D旁吧 OK 这里可以设置编译器啊 GNUGCCCompile 好 那么过来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manage 我们看到我们的 它给我们生成一个hello world的原文档 我们不要它 我们粘贴成我们刚才的文件 然后呢 我们把它编译一下 啊 看到了 都有提醒而已 没事啊 没有log 没事 不管它 OK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嗯 创建了一个有黄的链表 我们看一下 创建一下 按1 创建一个有黄链表 接着的话呢 我们按3 判断是否有黄 我们看到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结论呢 判断出黄的位置 在第二个节点处 跟小姐刚才看代码的预言 那是一样的啊 说明了小姐神迹妙上 嘿嘿 第二个方法呢 是用快望指针的形式啊 在第一个 第二个啊 123456789 第九个便利的时候呢 被Q追上了啊 因为呢 Q跑的是 跑的是P的两倍速度啊 被他追上了 你看两个数据相等 那么说明有黄 啊 就是这么回事 好 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调试啊 调试 调试的话呢 看 如果我们新建的是一个project的话呢 就刚才那样 是一个project 如果你 新建一个西语言的程序 那叫原文件啊 那只是一个原文件 不能调试 你要新建刚才的project 他才会把具体的编译器 把它给链进来 好 呃 我们可以下 在这里是用比较部数的方法啊 比较部数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的 刚才的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下一个断点 OK 你可以按下F5 也可以双击 然后呢 start 把它走起来啊 走起来之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有黄链表 好嘞 然后呢 我们按下3的时候 它在这里断住了 把三角形来的这个位置 断住了 这里呢 按下F7的话呢 是往下走啊 往下走一行 跟我们这个VC 是有点区别的 按下F7 也就是这个按钮 而按下这个的话呢 是next instruction 就是它是按汇编代码的 每一个汇编语句 你看 它这里 这是一个负值啊 负值的话比较简单 你像一个while 是有几个汇编语句构成的 它每一个就走一个指令 每一个走一个指令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宏观 我们是一行个代码 一行代码的走 那我们想观察具体的数据呢 看哪里啊 看watches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首先呢 我们这个cur2 等于这个地址 cur1 也是等于这个地址 两个指标是等于同一个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现在都是等于L 好 那我们一步一步走 好 Post2 是记录 cur2的一个步数 我们把这个上掉啊 它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那我们接着走 大家看啊 分别看它们的数据啊 看它们的数据 一步一步的在走 对不对 首先呢 它判断两个的步数是否一样啊 当它们两个位置处于一样的时候 判断它的步数是否一样 如果步数一样的话呢 就说明没有还 我们回到图 如果步数一样 例如说 你看P啊 P就是我们这里的CUR1 CUR1 CUR1 而Q呢 就是我们的CUR2 好 小姐来再重复一下啊 以免一些这个能力可能是刚刚接触的这个编程的朋友来说 听起来比较费劲啊 我们讲通俗一点 当科1啊 科1就是P啊 P走到2的时候 Q也走到2 P从2走到3的时候 Q从1重新走过 1走2走3啊 P从3到4的时候 Q从1234这么走 对吧 它们在哪里的 P是等于Q啊 它们都等于4的时候 或者都等于3或者都等于2的时候 我们判断它们的步数是不是一样 OK 好 它们的步数是不是一样 这个P的步数呢 是从1234 它每走一步都记住了 它走了多少步 而Q的话呢 它是每一次循环都是重新记过步数 好吧 如果它们都一样的话呢 那么说明是这个没有黄的啊 如果 如果它们相结在一个点 但是步数不同的话呢 例如说 P现在到6了 它走一步来到3 而Q呢 从1到2到3只走了两步 而Q记录呢 是有6步了 那么它们的步数不同 它们的位置又相同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有黄的 OK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里的构成 就是有两个while循环构成的 大P在外 啊 Q在内 对吧 里面的循环走一遍之后 外边才加一步 就是这么回事啊 外边才走一步 就是这么回事 里面的Q不断的循环 循环循环 好 那我们接着跟它走啊 大家看到了 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是地址 对吧 是地址 因为这里是Q的地址 这里是P的地址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Post1和Post2 你就可以理解了 你看一下 当我们的P就是Post1 来到3的时候 我们的Q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Q又是从0开始 对吧 然后呢 123 他们两个现在位置是一样了 对不对 位置一样了 地址也一样了 那么就说明没有黄 啊 那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按F7比较快啊 好 我这录视频 这个快捷键可能冲突 按F7没反应 我还是点鼠标吧 好 我们看 他就这么一步走 一路走下去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P 变化是非常慢的 因为P是处于外循环 而Q呢 老是在里边绕 在里边绕啊 好啊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把视频先暂停一下 好啊 在小姐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十指点得好累啊 中指点得好累啊 大拇指也按得好累 之后呢 我们P终于来到了第十一个位置 我们看到了 我们传给他的这个L 传给他的这个是有十个元素的 他第十一个呢 就是出现在什么情况 出现在六指向三的这个时候了 对不对 就是指向黄的时候呢 那么光键看一下 看一下POST2 好 我们看一看 观察他们的地址啊 POST2等于1的时候 地址不一样 OK 来到这个位置 POST2等于2的时候 他们出现了地址一样 但是呢 位置怎么样 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好 POST1等于POST2吗 不等于 那我们就执行else的内容 黄的节点 出现在POST2的位置 然后就return 搞定 好啊 就返回了 对不对 得出结论 有黄 好 那么接着的话呢 就 是我们 的这个 第二个步 第二个方式了啊 就是快慢链表的方 快慢这个指针的方式了 这个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呢 这个比较步数的方法呢 我们已经 教给大家了 好 第二个呢 是用快慢指针的方式 我们会发觉啊 用快慢指针的方式 就是远比这个比较步数的方法要 节约资源来得多 这里用了两个循环 如果我们两个 这个 链表的长度非常大的话呢 这里是非常非常浪费空间的 而我们这里呢 只用了一个循环结束 对不对 看起来呢 啥是非常节省资源的 好 那快指针和慢指针呢 这个非常简单的就可以理解了啊 这里大家结合一下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出现任何不理解的情况下 怎么样 调试啊 调试 一步一步的跟着CPU的节奏来走 看CPU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那么你很快呢 就可以说 自己来理解这个问题 这远比你去问别人强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调试 OK 不知道怎么调试 或者说调试出现问题啊 还是不理解之后呢 百事不得其解之后 欢迎来我们的论堂咨询 我们的论堂呢 bbs.fishy.com 好的 我们事实上呢 每个视频都有它提问的一个位置啊 例如说我们这里是数据结构和算法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提问 好 那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呢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程序啊 让大家回家去做练习啊 课后练习 现在呢 程序已经给大家贴在这个位置了 大家直接在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所设计的所有源代码也会把它放到我们这个位置 OK 数据结构和算法啊 这个课件和源代码下载的这个位置给大家下载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载的视频